老祖宗留下来的喝茶传统习俗 你知道几个 这茶的历史渊源流长 文化也是博大精深 饮茶更是成为了很多人的爱好 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接触到的茶习俗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关于茶的传统习俗 第一 别当着客人的面冲洗茶具 那有非常不礼貌之嫌疑 也有送客的含义 第二 逆时针 玄苦五周 玄水烫湖 有寓意来来来 欢迎客人饮茶的意思 三 酒满茶浅 给客人倒酒 要满满的扶着酒杯口言 给客人沏茶呢 要浅浅的注入茶杯 三分之二即可 不可以太满溢出 否则就是不敬客人 小小的茶啊 竟然有这么多的礼仪和讲究 着实是让人惊叹 不过这也代表了 中国民族的茶道文化 优秀而又深厚啊 是不小心shop bet jetzt 服用 宅 宅 宅